究竟iPhone 12 Pro Max 可以完全代替相机用来拍片呢? 今天会和大家测试五种以前要用的相机 现在用手机也拍到的影片 其中有一种我做梦都没想过现在的手机那么容易拍到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男孩 玩了一部iPhone 12 Pro Max 一个月左右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点点分享 带回头盔 今天说的拍片是拍一些业余在社交网络分享的影片 就像我喜欢拍片在YouTube和你们分享一样 专业拍片或者影片会用来银食的话 一部相机或者摄录器依然是不少的 但如果你和大男孩差不多 拍片是纯粹为人兴趣的话 第一个可以用手机代替相机去拍片的原因 就是它已经拍到效果非常不错的夜景 它的夜景质素真的可以比较中阶的数码相机 以前经常听到有人说用手机应夜景不行 都是正正经经带回相机 但因为iPhone 12 Pro Max 的1X 镜头 用上比其他iPhone都大的感光元件 加上升级了F1.6 大光圈 拍出来的夜景影片 莫说出IG 出YouTube 都不失礼 受惠于大感光元件和大光圈 除了拍夜景 它在室内拍摄影片的质素都有惊喜 等一会和大家说 加倍一支三脚架 基本上所有相机拍到的东西都拍到 其中一个效果我发望都没有想过 现在用手机就拍到了 它就是我现在要说的移动星轨影片 By the way 我很喜欢研究手机拍片和360相机 有兴趣看相关器材影片的话 考虑一下subscribe我的频道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的时候YouTube就会通知你了 第二个可能你不再需要带相机去拍片的原因 就是拍移动星轨影片也可以靠它 用iPhone 12 系列新加入的Night Mode Timelapse 模式 就可以简单拍得到 只要把手机放在脚架上 将拍摄模式设定为Timelapse 手机偵測到你在晚上拍摄的时候 它就会启动夜间模式 以前为了拍到漂亮的星轨影片 因为晚上拍摄集信比较多 你都会用一部感光力比较强的大牛龟相机 再加上要做几个小时的长时间曝光 你又不想让风吹动相机 你还要带一支鬼死那么大的脚架 一口气拍几千张相机 期间还要换电 然后回家慢慢把所有相片合成 一起做一条影片出来 几个麻烦 现在这么小的手机就可以轻易做到 不用设定不用后制 还可以边插尿底边拍 不需要担心拍摄期间电量低要换电的问题 是不是很方便呢 可能你会觉得在香港不是经常拍到星轨 但现在要说的场景在香港就经常见到 第三样以前要用相机才拍得到的美景 就是日出日落的Timelapse 影片 因为伴随日出日落干线的变化得特别快 是对相机曝光能力的一个考验 即是说如果你靠相机的自动曝光去拍摄 而它的曝光变化又不够顺畅的话 拍出来的影片就不会漂亮 用和影星轨一样的Night Mode Timelapse 模式 就可以简单拍到超级美的日出日落Timelapse 片 再加上现在的手机都是三房设计 在严苛的环境拍摄毫无难度 例如在这么大雪的情况下 我用iPhone 12 Pro Max 拍了一小时的Timelapse 完全不用拍入水的问题 连电量都没用到多少 除非你用的是旗舰级的相机和镜头 可惜这两部都不是 机身有做防水加工 否则机身入水就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手机这么轻身 你不再需要用大油龟脚架 一只轻便的脚架 甚至乎桌面脚架也够用 通常日出日落都要在山上才能拍到 器材轻便了 对于拍摄来说肯定是好事 说完一些传统的拍片场景 我们看一些新潮一些 它就是拍Vlog 觉得影片拍得不错的话 记得给个like 谢谢 第四样随时手机好用过相机的拍摄场景 就是拍Vlog 以下就是一段用iPhone 12 Pro Max拍出来的Vlog 个人认为它的超广角镜头 非常适合拍Vlog用 看完这段影片你告诉我是不是 热心的雪 为什么木桌和木椅可以这么干净 好像完全没有雪落 而且是干身的 很有趣的感觉 好像浮在雪上那样 以前大家都喜欢用相机拍Vlog 因为它的屏幕可以翻出来 12 Pro Max 虽然没有反映 但它的超广角镜头 视角非常阔 就算是慢拍大部分的东西 都会进入画面里面 2X 镜头也是流离影风景 另外虽然没有好像用了三轴稳定器那么稳定 但iPhone 内置的防手震功能真的越来越厉害 特别是1X 镜头 它的感光元件会跟着震动而作出即时补偿 加上iPhone 原本已经有的数码稳定功能 手持拍片已经非常用得下手 收音方面也不需要担心 因为iPhone 都可以连接外置收音咪去提升收音质素 情况就跟相机一模一样 如果你想像相机那样调校收音的灵敏度 坊间已经有些软件可以帮到你了 今天就不详细讲将来会拍片去讲 想听的话就记得留意我的频道 现在就先讲一个对很多相机来说 都很头痛的拍摄场景 第五种以后可能不再需要用相机拍的 就是我现在拍的室内YouTube 影片 你现在看的画面就是用iPhone 12 Pro Max 1 X 镜头拍的 依然在我的地牢的studio 里面 整个打灯方法和我平时拍YouTube 影片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用了一支LED 由这里 由上 以下45度打到我面上的 大家觉得拍摄质素如何 平时我拍片是靠一部全画幅的无反相机 加一支恒定2.8光圈的镜头 所以做不到我平时的拍摄质素都很正常 但只要打了灯用iPhone 12 Pro Max 拍一点都不失礼 为了保持曝光和白平衡不变 我现在用来拍的APP 不是内置相机APP 而是一个叫做Filmic Pro 的专业摄影APP 除了曝光和白平衡 它还给你选择拍摄时使用的ISO 令你可以更好控制画面的杂讯 即使在这么暗的环境之下拍出来的影片都依然用得到 要拍摄这类叫做 Talking Head 的 YouTube 影片 画面当然重要 但要留住观众的眼光收音其实都很重要的 我接下来会拍一段影片会教大家改善用iPhone拍片时的收音效果 有兴趣听的话就记得留意我的频道 在你的拍片流程里手机可不可以取代相机? 相信大家各自有定量 但如果你是Apple 用家 我相信iPhone 12 Pro Max 肯定是最接近相机的一个选择 单纯以它拍夜景拍得漂亮 已经解决了其中一个一定要带相机的原因 超简单拍到移动声轨 而且什么都不用设置 之前想都没想过 至于拍Vlog 特别是用Y镜自拍那些 我觉得手机已经可以完全取代相机了 你有准备好用手机代替相机吗?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觉得这条影片拍得不错的话 记得给个like 想看更多手机拍片有关的影片 可以按这里 我是达蓝鞋 下次见啦 拜拜